看看新闻吧 我不讲感情问题的 那是不是很久没见过 我都不讲感情问题的 你们是不是分不开 我都不讲感情问题的 少美琪虽然笑着 但脸上的笑容怎么看怎么尴尬 一连三个不谈感情 和往日大方秀甜蜜的她 打相径庭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她和小男友 师祖男七年的恋情 与近日告吹 先年五十岁的少美琪 情感之路可谓十分坎坷 1985年入行不久的 少美琪与监制过 金之玉涅 珠光宝气等剧的 七七亿坠入爱河 六年之后两人宣布分手 第二年也就是1992年 少美琪与同事演员的 郑一剑相恋 这段恋情曾被无数人 看成是金童玉女的组合 但很可惜 两有期之后的介入 让少美琪和郑一剑 难逃千年之痒 时间的时候发现有问题 是立即有问题 我们唯有选择方法就是分手 之后少美琪又遇上了 小他十岁的师祖男 一度双双出席活动 似乎感情稳定 但师祖男的不婚论调 和少美琪的渴望婚姻截然不同 我想我focus在做事先 我没想这个问题 50岁的少美琪爱情这门必修 可修了30年 却始终挂科 如今已到知天命的年纪 一直期待婚姻的少美琪的 感情路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娱乐新天地综合不到